当尾薄太空望远镜的红外镜头 穿透28亿公里的星际尘埃 那颗泛着淡海绿色的星球 正以诡异的姿态缓缓滚动 它不像地球般直立旋转 而是将98度倾斜的自转轴 几乎贴在公转轨道上 宛如一位放弃挣扎的躺平者 这颗太阳系第七行星的怪异姿态 藏着45亿年前的宇宙秘心 也让天文学家们困惑了两个多世纪 1781年那个寒夜 威廉·赫歇尔的望远镜 捕捉到这颗移动的恒星时 绝不会想到自己发现了 太阳系最特立独行的成员 最初被误认作彗星的天王星 最终以希腊天宫之神乌拉诺斯命名 却用近乎打滚的自转方式 颠覆了人类对行星的认知 如今我们知晓 这颗直径5万公里的冰巨星 正以每小时17公里的缓慢速度 绕太阳公转 84年才完成一圈 而更惊人的是 它的自转 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夹角达97.77度 意味着它几乎是侧躺在轨道上 翻滚前行 这种姿态造就了太阳系最极端的季节 南北极各有长达42年的极昼与极夜 赤道附近的昼夜交替 则向被按下慢放键 2022年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抛出第一个悬疑 天王星北极出现比地球还大的高温气泡 这个神秘亮斑在2025年微博望远镜的视野中又悄然消失 更诡异的是它的磁场 磁机与地理极点片离59度 磁场中心与行星核心错位 南北极磁场强度相差10倍 活像个歪插在星球内部的磁铁 这些异常如同散落的拼图指向同一个问题 是什么让天王星选择躺平 就像保龄球撞倒陀螺 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星物理学家 在模拟实验后这样形容 目前最被认可的答案 藏在太阳系诞生初期的混沌里 计算机复原的场景令人心惊 45亿年前 太阳系还是个布满岩石碎块 与冰巨星胚胎的战场 一颗质量相当于地球三倍的天体 被科学家称为塞德纳级的冰质行星胚胎 正以每秒10公里的速度 冲向出城形的天王星 撞击角度近乎垂直 没有擦冰而过的侥幸 而是结结实实的迎头痛击 模拟显示 撞击产生的能量相当于 10的23次方科原子弹爆炸 瞬间将天王星的自转轴撞得偏离原位 更致命的是 撞击碎片如同一层隔热毯包裹住行星 阻断了内部热量释放 使其成为太阳系大气层最冷的行星 表面温度低至零下224摄氏度 比遥远的冥王星还要寒冷 这也解释了为何天王星内核温度 仅4730摄氏度 远低于木星的5万摄氏度 活像个佛系的冷却核心 但悬疑并未就此解开 2025年7月发表的研究指出 单次撞击要同时造成98度倾斜 磁场偏移和卫星系统倾斜 概率低至0.1% 于是有学者提出 连环撞击说 天王星在百万年间 遭受多次小型天体撞击 如同被反复推倒的积木 最终彻底躺平 但这一假说始终缺乏关键证据 多次撞击应留下不同方向的痕迹 而天王星的卫星轨道 却呈现出统一的倾斜角 旅行者2号1986年传回的数据 藏着破解谜题的另一把钥匙 当探测器飞越天王星磁场层时 仪器记录到混乱的磁层波动 仿佛闯入了一个失控的电磁迷宫 科学家发现 这种磁场异常与躺平姿态深度绑定 地球的磁场源于地核 液态铁的对流 而天王星被撞击后 内部结构彻底紊乱 冰层与岩石核心混合 形成分层的流体海洋 在高温高压下 水、甲烷与氨分离成不同圈层 上层液态水产生的电流 形成杂乱磁场 下层高密度流体 则抑制了磁场的规整化 更离奇的是 天王星内部可能存在大量液态钻石 这些晶体或许像棱镜般偏转磁场 使其与自转轴形成诡异的59度夹角 光环系统 则是这场宇宙事故的现场记录仪 与土星明亮的光环不同 天王星的13条环黯淡而破碎 其中最外侧的泽塔环 由微米及颗粒组成 像是某颗卫星被撞碎后的残骸 更关键的是 所有光环都与天王星的赤道面保持一致 也就是与自转轴垂直 这种同步倾斜证明 光环形成于天王星躺平之后 极可能是撞击产生的碎片 在引力作用下凝聚而成 2025年9月 《自然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引发热议 科学家提出 引力拖拽假说挑战主流的撞击理论 他们认为 天王星早期可能拥有一颗巨型卫星 其引力如同无形的手 逐渐将行星自转轴拉偏 当这颗卫星被木星的引力捕获后 天王星便永远停留在了躺平状态 这一假说能解释磁场异常的渐进性 但缺乏观测证据 太阳系中从未发现过这样一颗失踪的卫星 更诡异的是天王星的卫星系统 27颗卫星如同被随手撒在轨道上 其中5颗主卫星形成完美共振 米兰达宫转一圈时 艾瑞尔转两圈 乌姆白里厄尔转四圈 这种节奏统一的轨道 更像是撞击后碎片重组的结果 而非引力拖拽的产物 韦伯望远镜2025年的最新观测 又添新迷 天王星南极的急冒 在春季来临时突然亮起来 秋季则神秘消散 这个直径超一万公里的亮斑 由甲丸冰晶构成 其形成与消失的周期 恰好于躺平带来的日照变化同步 但科学家始终无法解释 为何急冒会在季节交替时出现 闪现现象 仿佛这颗星球在刻意隐藏什么秘密 当天王星在轨道上缓缓翻滚时 它其实在诉说太阳系的演化真相 宇宙从不是按部就班的机器 而是充满偶然与意外的剧场 45亿年前的那次撞击 不仅造就了天王星的叛逆姿态 更可能改变了整个外太阳系的格局 如果没有这次撞击 天王星或许会像木星一样 拥有浓密的大气层和强大的磁场 其卫星系统也将是另一番模样 2031年 NASA计划发射天王星轨道器 这台探测器将携带穿透性雷达 直达天王星冰层之下 探寻其内部结构的真相 科学家期待 通过测量引力场变化 验证撞击假说的细节 甚至找到磁场异常的根源 而俄罗斯科学家的脑洞更惊人 他们提议用核爆重启天王星的磁场 看看能否让这颗躺平的行星重新站起来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狂想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 看待天王星的躺平 在充斥着碰撞与吞噬的宇宙中 它以最独特的姿态存活下来 零下224摄氏度的低温里 硫化氢构成的臭鸡蛋下 藏着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原始记忆 那些暗淡的光环 共振的卫星 混乱的磁场 都是宇宙写给人类的密码 下次仰望星空时 不妨找找那颗淡绿色的光点 它在28亿公里外躺平着 用42年的积昼告诉我们 偶尔的叛逆或许正式存在的证明 而它为何躺平的终极答案 还在等待人类探测器的扣门